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潮剧教 民意调查 我们跟大家已经讲过很多了 民意调查现在成为了美国竞选当中 党派之间的竞选 党内之间竞选当中的一种技术手段 技术手法 民意调查就像自己弄的媒体一样 自己的推特账号一样 它会尽可能的偏向于它民意调查当中的 所倾向的这种竞选者 那已经就是它完全成为了一种竞选手段 而不是一个公共表达东西 在民意调查当中 在今天的AI系统如此发达的过程中 我以为很快人工智能将介入民意调查 那它就会使得人们在解读民意调查的时候 它的真相非常困难 真相非常困难 所以这是我以为故事所在 另外一个呢 如果还坚持可以远距离投票 就是利用电脑远距离投票的话 那AI系统足以能够左右完全扰乱干扰美国的杂选 你只要属于远距离投票就可以 肯定可以 对不对 你连视频都可以欺骗的话 那没有不可能欺骗 因为人的脸可以改 除非这个人走到你面前 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归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所以AI足以能够左右它 那足以能够 也就是说 美国的民 美国的大选将取决于谁对AI系统掌握的更加的完善 而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FBI 掌控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手里 所以这就是今天美国人面临的真正巨大挑战 我只要有AI这样介入的话 咱可以坦白说我们不相信任何东西 我们没办法相信 不是我要相信和不相信 因为提供所有这些资讯的东西 你不知道它是人 它是鬼 它是妖 它是AI 还是IA so what 还是火星人 还是奶嘎尖的号子 不知道了现在 完全不知道了 你在推特上 你说哪些账号是AI 哪些不是AI 不知道 如果它的AI系统的强盛 足以超过今天的马斯克的他的技术 你说马斯克自己从推特上都摘不出来了怎么办 有人说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他已经crush了 他在辅佐德桑迪斯的时候 他已经crush了 他自己把自己干了一把 是不是 这就是今天的场面 那在这个场面的背景之下 那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选举 总统选举 是在各州完成的 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 是一个虚假的数字 你们说他一点作用没有吗 不是 但他不起根本性作用 各个州才起到根本性作用 所以而州里面又有一些关键的州 就是其实关键州无外乎就是争夺 对不对 那大家不相上下说 那就看谁这个州 谁在这个 所以在党内党外都有等同的 德桑迪斯参选了今年 这一次 那美国共和党在各州的分配的状况 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德桑迪斯第一天24小时 拿到了捐款820万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那个东西不好说 那个东西是技巧 但川普呢 都是来自小额捐款 那共和党人呢 那德桑迪斯来自于金主的捐款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既有说明问题又不说明问题 那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大佬 不喜欢川普 但基础的选民倒向川普 所以这就很难说咯 因为选民倒向川普 但是有多少选民倒向川普 那德桑迪斯有钱之后 再加大他的宣传力度 那又有多少共和党人在党内选举的时候 不被他迷惑 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 那共和党在初选过程中 那不是共和党的那些不好的人 是否可以透过网上AI的系统去干扰他 有人说没关系 没有法律 法律在司法部手里 这我们讲的就是平铺之术现实 对吧 那而现在呢 川普也在非常注重民意调查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作为一种铺垫了 在这么一个铺垫的背景之下 在德桑迪斯出面之后 这是今天 纽红斯马克斯拿出来的一些美国关键的州 就是最开始要投票 最先投票的州 他表现出来的状况 南卡 南卡川普领先德桑迪斯25% 这些都是先投票的州 因为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有些州呢 在年初就开始投票 明年2月24号 爱荷华和新汉布什将进行初选 随后南卡将被广泛认为 是共和党提名的主要的州 所以这就是爱荷华新汉布什跟南卡 为什么他们要先到这些地方进行 巡回的这种集会呢 原因就是他们先投票 那他们先投票 对其他州的共和党人影响很大 所以他就有一种 就是太多的选民都是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接受现实 很清晰分析的人 肯定只占少数 那川普在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取得43%的支持 这是具体的啦 那德桑迪斯呢是18% 接下来呢是斯考特 还有切尼 斯考特得到12% 那这个呢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数字 我们只能说这个数字 在共和党的整个的选民中 川普的铁粉大概有40% 这是有一个统计数据了 更有13%的人表示他们没有选择好 那其他有彭斯啊 有其他人 这个其实就问题不大了 他说在有利性问题上 川普只领先德桑迪斯6% 72%对66% 那前总统不利的问题上 25%高过24%的德桑迪斯 这里呢意思就是 如果两个两个对比的话 谁更倾向于川普或者德桑迪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单独去算的话 川普只领先了德桑迪斯 6% 这个数字很容易超过 也就是说 不是一个普通的 只让他们俩对的 说就他们俩你选谁 你觉得谁更可能 人家72%的人 72%的人是对66% 所以这是一个这么来选择的 谁有利谁无利 那不利的成分呢 川普就更高 所以也就变成了 非爱既恨的人很多 比例高 共和党选民被问下面问题时呢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哪个选民更适合改善我们的经济 那川普就非常高 60% 那被视为反对极左势力更加强烈的 42%对20% 这都川普是领先的 更能满足你的需要 36%对19% 那这个数字就川普很在位 所以也就变成 那为什么那个数字会低呢 可能跟川普的个性有关 所以川普的个性很高 对很多选民 他有恐惧感 他就可能觉得德桑迪斯更正常吧 就这么说吧 川普和德桑迪斯更有机会打败拜登 川普34% 德桑迪斯29% 其实都不是很高 最担心的是阻止自由派的政客20% 南部边界 这是具体问题 德桑迪斯星期三宣布参选 那他呢表现出一些自己的内容 这个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那关键是那个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这在关键周里面 我们看到出现的川普是领先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